全新朋友们 Good night afternoon 前段时间英国 英国军情无处 发布报告 说中国网络攻击 网络到齐是恐怖行为 这是一个信息 今天 今天美国网上 以及美国政府 说中国 网络攻击 已经是非常严重 要对中国网络攻击进行揭露 而且美国政府起诉了中国 四名海南岛的 网上恐怖分子 四名网上恐怖分子 美国政府起诉了 中国四名网上恐怖分子 今天台湾 今天美国 美国军机 又有一架新的军机 到了台湾 美国军机 到访台湾 已经是常态 美国有这个能力 保卫台湾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共产党不要 不要轻视 但愿你们停止战争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希望和平 希望维持和平 希望维持世界的和平 这是政治正确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希望共产党不 不要去侵犯台湾 那是政治正确 那是说说而已 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 中国网上攻击 中国恐怖分子在网上攻击 是全方位的 中国对全世界的攻击 是开展了全面的全面战争 不仅是在网上了 网上网下 线上线下 人与人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主者与主人之间 中国已经对西方实行全面战争 但是今天的问题 主要是谈 中国网上恐怖攻击 英国军情无处 已经定性为恐怖主义 但是共产党并不怕 我们是政治正确在这里谈谈而已 共产党并不在乎 共产党一定是要跟全世界 跟西方决一死战 不管西方怎么制裁 怎么起诉 怎么围堵 都是没有用的 特别是共产党已经决定要摧毁人力 可以摧毁整个世界 夺得感头了 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西方人看不懂 西方人不懂 中国人夺得感头 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了 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的到处出现爆炸 暗杀 暴乱 等等 而且将来像中国 全世界所有国家将来像中国一样 天天发生爆炸 天天发生房子倒塌 天天发生大的事故 这都是中国恐怖分子在海外的第五众队 对所谓 但西方人不会这样想 西方人总是 哪怕是你一个责旧恐怖分子 他也知道你是恐怖分子 他没有确切的依据 他仍然会把你看是好的 西方人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 是叫做无罪推定 就你直接杀了人 就是你直接 投投到全世界 投投到人类 投投到美国 他都还在司法没有进行处罚 没有进行 进行这个判决的情况下 他仍然设定的是好的 所以西方的这一司法政策已经破产 跟西方的民主自由下政破产是一样的 西方的民主自由下政已经破产 西方的特别西方的自由 中国就利用西方的自由攻击美国 利用西方的民主攻击美国 利用西方的人权攻击美国 利用西方的人权攻击美国 利用怎么样 我这个肺肺痒痒痒 你这个肺肺痒痒 我们暂时不说谁谁对谁不对 已经破产 所以就是西方加者 在中国专制政权 中国专制中国社会主义大塔部进攻的情况下 在中国的第五中队攻击下 可是西方的过去一贯实行的 这个绅士政策 绅士制度 我刚才说 绅士制度绅士政策已经破产 西方的文字兵命的绅士那一套 遇到流氓 你怎么办 中国人说我是流氓 我怕谁 你要跟我讲道理我不听 你要跟我签订什么合约我不听 签可以签我不支持 我跟你反处干 你又怎么样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中国上上下下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 你怎么办 所以西方的绅士精神 绅士契约精神已经破产 西方的西约精神仅仅限于西方民主价值里的西方价值圈 那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现在共产党的渗透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 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可以说就契约精神而言对西方都已经破产 那现在怎么办 西方必须采取中国 中国人的办法 直接打掉你 不用谈判 不用谈 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 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干 直接打掉 就完了 不要去考虑后果 不去考虑在法律上对不对 至于后果也好 法律上对不对也好 还是什么影响也好 那流根法律界去处理 流根司法不明去处理 就于政治层面 军事层面 情报层面 这些注料 只有这个办法 因为现在网络供给 不是今天了 中国的黑黑工具 已经不是今天了 中国现在烈熟了很多 现在西方的这个大公司 让你全面瘫痪 比如美国的 美国的石油系统都被瘫痪 而且还负了瘫痪 就美国的大网络公司也受了瘫痪 也负了瘫痪 现在中国网络是全面攻击 整个世界 不仅是美国了 也都负了瘫痪 现在好像是在网上公布的 所以已经复根 整个世界已经复根黑客组织 几个亿的手艺了 你们看这是小事吗 不是小事了 已经不是今天了 已经是很多年了 中国黑客攻击美国 军事攻击美国已经是很多年了 在很多年一起 而且就公布了一批黑客组织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特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最近的这个去年 2000年病毒攻击人类 西运战争攻击人类 是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黑客部队 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武汉病毒工厂 现在中国有上万家病毒工厂 就准备投赌 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这个 谈的是这个网络攻击 但我们要切捎到 中国与美国的一系列的问题 就病毒而言 就西方的政策而言 西方的政策往往是 慢半拍 不是慢半拍 慢好多拍了 西方的围堵政策 西方的俗教政策 对中国 对中国人 对中国共产党 是一点左右都不起 比如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 你围堵住了吗 大量的黑客部队攻击美国 通过网上来 大量的中国人投放到美国 这里内部爆炸 你怎么封住 就是我说的 直接打掉它 没有什么说的 就是印度总理早期病毒攻击印度的时候 印度总理说的 让中国自己在地上抹掉 让中国在人类精神当中自己淘汰 要说玩黑客 中国不是美国对手 美国才是脑袋 可以直接打掉你 一个是网上打掉你 一个是直接 你是军事行为 你的黑客 为了是不是军事行为 直接倒弹打掉你 中国病毒都投出来了 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什么都可以做 现在就看 看美国看西方怎么处理了 美国现在已经把中国 中国这个网络攻击 网络黑客 已经提到了一四日程 当然西方很慢了 至于现在要慢到什么程度 那不知道 根据我看来 等到你慢到你自己都 病毒高红了 已经不行了 你再行动 就是再行动 你都已经完了 对中国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办法 自己打掉它 没有错的 中国只要从人类社会 从人类淘汰 情况好的 解体它 摧毁它 把它分裂成 几十个国家 一百个国家 那这个问题就好得多 这个问题基本上由人而解 如果说还让中国存在 还要中国共产党存在 还要中国这个民族存在 美国永远都没有好 人的世界是只有灭亡 不可能战胜中国 中国已经到了 国家恐怖化 现在美国 以及西方仅仅是开始而已 人类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为由于中国人的出现 中国还 美国还有一个办法 一个是你攻击我 自己打掉你 不用谈 不用讲 不用等 在政策方面 直接回到 七十年代以前 也就是说 直接回到 与中美借交 与这个美国与共产党建立 外交关系以前 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前 中国没有能力攻击西方 没有能力渗透西方 也跟西方几乎很少 几乎很少有往来 对西方没有威胁 自从美国与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西方就一步步的就 分路 一步步倒退 一步步被共产党瓦解 直到现在是 拿共产党是 无可奈何 其实陈明先生没有说错 陈明先生 用病毒折戒 把美国打回来原型 他这个话不仅是没有说错 当然是打回来原型 打在美国措手不易 你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反击的能力都没有 而且中国病毒投放出来以后 不仅把美国打回来原型 而且还顺便收获了全世界 把整个世界打瘫痪 现在很多国家 中国还在推行他的育苗 而且好多国家还在购买他的育苗 购买他的育苗就是中国人说的 吃人鞋馒头 吃你自己国家的人的人鞋馒头 也就是说你国家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惨 利用你国家的资源 利用你国家死的人去研究的所谓病毒 偷窃你的技术 你还买他的育苗 买他的育苗就是进一步的让你感染 中国进一步的投毒 通过育苗投毒 因为现在是新票育苗了 新票就会掌控 你谁用了他的育苗 他就会掌控谁 哪个国家用了他的育苗 他就会掌控那个国家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吃人鞋馒头 就杀你的人 研育出来的技术 在卖给你 卖给你 我再偷都 你再卖给你 中国通过网络攻击 通过网络盗窃 盗窃了美国的 几乎盗窃了美国的 所有的医疗资源 军事资源 经济资源 社会资源 政治资源 是整个西方掌握在 中国工厂的手里 下一场战争 是不可能有 常规战争 一开战就是 黑战争 一开战就是 病毒战争 但是现在美国也准备好打仗了 美国的军机是 不定死的去台湾 你说中国说的 美国军机 美国军人去台湾 就是收复台湾之事 那你现在收复 你还是没有那个能力收复 下一步美军就进入台湾了 美军本身就一直在台湾 就是说是小部队 在台湾的技术部队是一直都在台湾 可能下一段就自己进入台湾 特别现在的网络部队 中国的网络部队 直接攻击西方攻击美国 造成了美国很大的伤瓦 美国刚刚起诉了中国四名黑客分子 英国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也公布了 说中国网络攻击 中国网络盗窃是恐怖分子 既然定性你为恐怖分子 这就可以军事打击 OK今天我们就站出了这里 今天就不做了 明天再做 希望朋友们 订阅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Twitter 收藏我的优化水平 拜拜